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亲密关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情感的数学课,爱情中的概率与统计 二,情感的地理课,爱情中的空间与距离 三,情感的生物课,爱情中的本能与进化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情感的数学课,爱情中的概率与统计 在爱情的复杂几何中,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像是在解一道高难度的数学题 而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无数的解题方法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情感的数学课,探索爱情中的概率与统计 看看如何用数学的眼光审视这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 首先,让我们从概率论开始 想象一下,你走进一间咖啡厅,里面有一百个人 假设每个人都是单身并且在寻找伴侣 那么理论上,你有一一百的概率找到你的灵魂伴侣 听起来概率很低 别急,这还没考虑到相互选择的复杂性 如果考虑到,你不仅要选中某人,那个人也要选中你 这个概率就更小了 但别忘了,爱情的概率不仅仅是数字游戏 还有化学反应,共同兴趣和时机等因素在起作用 接下来,我们谈谈统计 在爱情的统计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叫做最佳停止理论或37%规则 简单来说,如果你预计在生命中遇到的潜在伴侣有N个 那么最佳策略是拒绝前N37%的人 然后选择下一个遇到的比之前所有人都好的人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冷酷 但它是基于最大化选择最佳选项的概率的数学模型 当然,爱情远比数学模型复杂 但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来思考何时定下来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爱情真的是一门课程 那么分手就是那个每个人都不想参加的补考 而复合呢?那就是重修课程 希望这次能拿个更好的成绩 至于一见钟情 那可能就是那种你走进考场 看了一眼题目就知道答案的幸运时刻 但不要忘了,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依赖运气 而是认真学习,不断练习和改进 最后,记住,虽然我们可以用概率和统计来玩味爱情 但真正的爱情远远超出了数字的范畴 它是关于情感的深度,个性的匹配 以及两个人共同经历风雨的能力 所以,下次当你试图用数学来解析爱情时 不妨也听听你的心 因为有时候,最不合逻辑的选择可能带来最美好的结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感的地理课 爱情中的空间与距离 亲爱的学者们 今天我们将踏上一段独特的旅程 探索一个不太常规但极其迷人的领域 情感的地理学 是的,您没有听错 我们将会探讨爱情中的空间与距离 这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课程 尤其是对那些在地图上寻找爱情的勇士们 首先,让我们从近距离恋爱开始 想象一下,您和您的伴侣住在同一个城市 甚至可能是同一个社区 这种情况下的空间概念 就像是一块巧克力蛋糕 甜蜜而令人满足 你们可以随时约会 共享每一个日落和日出 这种频繁的面对面交流 就像是用爱情的GPS导航 帮助你们避开误解和冲突的显摊 但是,别忘了 即使是最甜蜜的巧克力蛋糕 吃多了也会腻 因此,即使在近距离恋爱中 保持适当的个人空间也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远距离恋爱 这就像是在情感的地图上 进行一次长途跋涉 有人说,远距离恋爱是爱情的试金石 它能测试两个人的信任 耐心和沟通能力 想象一下 你们被分割在两个不同的城市 甚至是两个国家 你们的爱情就像是 通过一根看不见的纽带连接着 这根纽带跨越了山川湖海 在这种情况下 技术成为了你们的最佳盟友 视频通话 及时消息和社交媒体 就像是爱情的卫星导航系统 帮助你们保持联系 但是,记住 虽然远距离可以让心更加靠近 但也需要两个人共同努力 不断为这段关系 注入新鲜的感情和创意 最后,不论是近距离 还是远距离恋爱 最重要的是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爱情的地理学 并不只是关于物理上的距离 更多的是关于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有时候 即使身体相隔千里 两颗心也能紧紧相连 而有时候 即使身处同一屋檐下 心却像是隔着银河 所以 亲爱的学者们 无论你们的爱情地图上 标注着哪种类型的恋爱 记得最重要的是 要让你们的心保持在同一频率上 在爱情的地理课上 我们学到的最宝贵的一课就是 真正的距离不是由尺子测量的 而是由心决定的 现在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情感的地理学 寻找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地图中的 爱情宝藏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感的生物课 爱情中的本能与进化 好的 让我们一起 踏上这段探索爱情中 本能与进化的奇妙旅程 请系好安全带 因为我们即将穿越时间 回到那个连Tinder都不存在的古老时代 看看我们的祖先 是如何处理他们的关系状态的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爱情在生物学上 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现象 它不仅仅是心跳加速 脸红心跳 还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 是的 你没听错 爱情的背后 其实是一场化学派对 当你看到某个特别的人时 你的大脑开始分泌多巴甲 血清素和催产素等化学物质 让你感到兴奋 快乐 甚至有点上瘾 所以 如果你觉得自己沉迷于某人 那可能真的是化学物质在作怪 但是 让我们回到更古老的时代 探索一下爱情的进化意义 在史前时代 选择合适的伴侣 对于生存和繁衍后代至关重要 那时候的Tinder 可能是一场狩猎比赛 或是采集活动 人们通过展示自己的力量 智慧 或是资源丰富 来吸引异性 简而言之 古代的爱情和生存紧密相连 选择正确的伴侣 意味着更好的生存机会 和更强壮的后代 有趣的是 即使在现代社会 这种本能仍然在某种程度上 影响着我们的爱情观 虽然现在 我们不需要通过展示打猎技能 来吸引伴侣 但是健康 智慧和幽默感等特质 仍然在无形中 影响着我们的选择 这些特质在进化的角度看 仍然是生存和繁衍后代的 有利因素 而且 别忘了 爱情的进化 不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 长期的伴侣关系 有助于共同养育后代 这在人类的长期发育过程中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当你下次感叹 为何爱情如此复杂时 记得这是数百万年进化的结果 是为了让我们的种族 能更好的生存和繁衍 最后 虽然我们 可以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爱情 但这种深刻的情感体验 远远超出了科学的范畴 爱情充满了神秘和魔力 它能跨越时间和空间 连接两颗心灵 所以 即使我们试图用科学来解释爱情 也不要忘记 享受它带来的美妙和奇迹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感的生物课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也许下次 我们可以探索一下 为什么分手那么难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这也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话题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了 爱情中的数学 地理和生物学 我们了解了概率和统计 在爱情中的应用 学习了近距离和远距离恋爱的挑战 和美妙之处 还揭示了爱情的化学背后的奥秘 以及进化对我们选择伴侣的影响 虽然我们用了很多科学的话语 来解释爱情 但我们不能忘记 爱情的本质是关于情感和灵魂的连接 无论是数学的概率 地理的空间 还是生物的进化 都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爱情的工具 真正的爱情是无法用数字 地图或者化学方程式来量化的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爱情中的数学 地理和生物学有何见解 你是否也认为爱情是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 请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爱情的奥秘 享受这个充满魔力和神秘的旅程吧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